Hello 大家好 我们以前有一个视频 就是教给大家怎么用 上店里买的那个 地瓜蚂 然后种地瓜叶 那个方法特别好 以前的时候呢 我都觉得这个地瓜叶 就是说都不能过冬 但是我发现我们这个 好像就是说去年 弄地瓜叶剩下的一个 可能那个地瓜 没有挖出来 然后呢今天你看 它已经都长出地瓜叶 来了 那天我就一看 这个枣树底下怎么出了个什么叶子 地瓜叶 这就是去年在这里种地瓜叶的时候 可能地瓜没有挖出来 所以说今天 它自己就生出地瓜叶来了 我们光把那个枣树 给挖出去了 那你把它 因为枣树底下不太见阳光 我就想把它 木出来 然后放到别的地方去 那你帮我把这个地瓜叶给我挖出来 好 哇哦 你看看一个大地瓜 是 就是去年的地瓜 没有挖 所以说它们就长出来了 你看多漂亮 实际上这个地瓜还是一个日本地瓜 因为当时我们买的都是日本地瓜叶 所以说日本地瓜 这个地瓜呢就是说可以 还挺好的 可以吃 对 那我来看处理一下这个 哦好 其实在乌安区这个地方 因为就是说温度不是特别的高 所以说你要用地瓜 发地瓜叶还真不容易 我以前试过 就是说咱们买那个地瓜 然后发地瓜叶很难发 所以说用地瓜蜡种比较快 特别是有的时候 像这个时候在市场很少能看到 卖地瓜叶的 所以说因为地瓜叶很难发 所以是很少有地方卖 所以你也没办法发 对吧 怎么没有卖的 大花秋秋永和都有卖的 现在有吗 我不知道 就是有的时候买不着 有 那像这个呢 地瓜还是可以吃的 但是呢 这个地瓜你看 它已经长了这个根了 哦 还真是 你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东西背下来 哦 是不是咱从那切一半更好一些 嗯 切一下 从那切一下 咱吃底下不就行了吗 哦 你看 还真是 摘掉了以后 你看 你像背下来的这个地瓜叶呢 嗯 你可以呢 放到水里 让它继续长根 长根长大了以后再摘它地下 或者说你就直接摘到地下 就像我们以前教大家 擦 擦 擦地瓜叶一样 它们都可以活 嗯 那么像这个 肯定是能活了 咱们直接擦在地下 这个我可以把它 用你那个办法把它 割下来 你看 这个地瓜叶 你看 已经长这么好的根了 那当然 你要摘的土里边是肯定都长得 都活得很好 你看 这个地瓜叶都漂亮 吃起来肯定很好吃 那么这一半 因为它 还看不出来根 所以我们 要用另外一种办法 来解决 没找着刀 不知道叫你弄哪里去了 用这个剪刀把它磕下来 咦 磕下来 呦 切地瓜 嗯 这块磕下来 磕下来以后 这样直接就 放到土里 放到水里 或者摘到土里都可以的 咱们直接摘到土里边 对 我们可以把这个 直接摘到土里边 好 走 像这个呢 我想把它再 劈成两下 你要再给它分开 其实一个就能 分很多 这样的话 就是说把它 弄个坑 放里边就是了 埋到里边就行了 然后这个 埋到这里来 然后等着它长长长长长出梗来以后 你就可以把它那个梗再摘下来 就像我们以前教给大家的 用那个梗 然后你可以再培植 这样的话 就可以培植一大片 嗯 对 那埋到地里就行了 埋地里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要注意经常浇水 嗯 这三棵 这三棵 然后呢 就可以长出一大片来 是 就长一大六 长一大片就足够你 足够你吃地瓜叶的了 别看苗现在这么小 对 如果大家喜欢就是说 知道怎么样用地瓜蜡 就是你从商店买来的地瓜苗 怎么样子 怎么样子种地瓜叶 那你可以看看我们前有一个视频 你可以把那个link放到下面 对 方便大家看 对 那个方法也很好 因为我觉得从地瓜弄出地瓜蜡 这个东西好像就说在特别热的地方 比较容易 你吃剩的地瓜放到那里 它就会长出芽子来 但是在咱们这个地方不太容易 比较好的办法还是 从商店里买地瓜叶 地瓜蜡 然后去种地瓜 种地瓜蜡比较好 对 你可以把那个link再放上去 让大家看一下 要买不着地瓜叶的话 你就买 买不着地瓜蜡的话 你就买个地瓜 买个地瓜 买到土里 买到土里边 就像我们这个一样 然后它会也会发出来 也会发出芽来 对 赶快行动 种地瓜叶吧 很好吃的 OK OK Bye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到YouTube搜索 美国生活365 我们有上百个美国生活的视频 和大家分享 请点击屏幕连结 订阅 转发 点赞 和收藏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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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